那第一栋石板屋呢 CP923年 就是绑这个马家的形式 在专业策展员的导览解说下 透过古地图与老照片 带领民众回到百年前的屏东市 屏东县原住民文化会馆 举办的Gilanda原因在线 从阿高 黑豆到屏东的古地图特展 在线屏东市古地图中的石板屋 屏东飞行场 屏东少介工艺所 教会 屏东女子学校五大场域 了解排官 卢凯及平浦族群 在屏东市区的生活轨迹 每个馆社都会找自己的部落的一个主题 那我们屏东市呢 因为我们屏东原民馆在屏东市 所以呢我们讲说 刚好这个机会可以让大家去了解 屏东曾经发生的原住民的生命历程 石板屋展区以日治时期 殖民政府于屏东公园北方 仿原住民族市的石板屋为主轴 描述百年前原住民族在此地的生活历程 屏东少介工艺所则描述百年前 排湾跟卢凯雕刻工艺家 共同到屏东市的雕刻生涯 教会场域呈现早期屏东市都员生活史 让参观民众以不同角度认识屏东市 原来就是日本人在同住台湾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做原住民的观光这些行销 那我觉得蛮特别的 展区中的屏东飞行场 介绍日治时期里翻政策的台湾第一座飞行场 探讨排湾跟卢凯族 与这座飞行场的渊源关系 还有培育社会精英的屏东女中 介绍不同世代考上屏女的原住民学生 在屏东市的求学生涯 贫女校友慕尼对于自己的求学经历 能被采访并展出 值得非常感动 这段历史可以被看见 而且被这样子重视在各种的时代下的 就是在都市的原住民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被肯定一种身份的感觉 透过扎实的田野调查 以及细腻的文献爬书 呈现屏东市最早的原住民族生活史 从阿道 海斗到屏东古地图特展 于屏东县原住民文化会馆展至 112年1月10日 民众不妨把握机会参观 记者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道